前几集我们谈到 周朝开始建立了天下体系 而秦朝更建立了大一统的文明国家 秦国从商鞅变法开始 不断削弱宗室也就是贵族的力量 让平民以战功而风绝走向强大 最后秦始皇减灭豪强 抑制贵族而实现天下一统 世界历史 除了中国每一个国家做得到 秦朝灭亡汉朝建立的过程 太史公说豪杰风起相与并争不可生疏 但不论是六国的豪门贵族 或秦朝的达官巨士 都没在乱局中取胜 开头起义的是平民成胜无管 最终建起天下霸业的更是不一流邦 这种透过底层起义草根革命 而实现天下一统的事业 更是除了中国在哪个国家都看不到 亚历山大大帝 取得胜利 东汉以来豪强势力崛起 拥有大批的田产隐匿户口 朝廷没有统治权收不到税 朝廷和豪强在财富争夺上始终是对立的 学者刘首刚就说 只有代表公共权力的君主打赢了财富战争 解决了氏族问题 军权赢得独立和至高的地位 帝国才能再次统一 南北朝时期 南方政权处处被撤走 帝、钱、人都掌握在世家大族手里 反观北魏 这三个都解决了 朝廷是能够积极掌握的 所以南方怎么和北方政权斗呢 当然最后被北方政权统一 如果我们从国家的角度看 这就是大一统国家对于邦国政体 如何顽强反扑 最终仍是大一统国家取得胜利 汉朝分封有七国之乱 晋朝分封有八王之乱 此后再也没有搞过什么封建制度 西元476年 西罗马帝国崩溃后 欧洲就再也没有统一 可是同时期的大汉帝国灭亡后 为什么又能再度统一呢 史学界有很多的答案 比如系后、地离 或者没有像秦朝的书童文 都是重要原因 此外 罗马帝国是中央强力征服四周造就的 而中华帝国是四周的优秀力量 共同参加造就了中央 另外 学者施展则认为 是由财政和军事逻辑决定的 首先是有超大规模性 加上中央政府征税成本低 有足够财政能力 就能拥有够大规模的军事能力 能压制地方的叛乱或离心的倾向 本集我们则是聊聊思想和文化层面 深入内容可以参考文洋 和我前面提及学者等相关著作 钱穆大师认为 关键还是文化 周王朝虽然没有完成大一统 但却创造了一套 大家共同遵守的文化制度 也就是 礼乐 礼乐制度在八百年的时光里 潜移默化的 让协同相议的族群有了公共准则和思维方式 让大家慢慢凝结成一个民族 而能形成一种大同之制 公的意志 而这个被文化整合的民族 把自己称作相 而民族所到之处被称为天下 反观欧洲 虽然罗马帝国同样地域辽阔 但帝国核心的罗马城非常小 影响力有限 根本没有能力去同化那些被迫臣服的民族 所以就算大家都在同一个政权统治下 各民族却因为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不同 彼此不爽 大家更反感和其他民族共享一个政权了 但中国因为同属一个民族 虽然各势力打来打去 但心里没把对方当成外人 李斯来自楚国 蒙田来自齐国 但和秦始皇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 就是完成统一 秦朝建立的统一文明 是建立在春秋战国五百年大变革和思想大爆炸的基础上 五百年里 各民族宝藏了分治动荡的苦难 孟子说出了天下定于一 宫阳传有了大一统的思想 而孟子或宫阳传强调的都是 施行人政 王者才能统一天下 那理想境界是什么呢 李济大同和小康讲得清楚了 大道之行 天下为公 相反的叫大道记忆 天下为家 原文不背了 建议大家暂停看一下原文 天下是为公的 不是为家的 是选贤举能 讲性修末 不是各亲其亲 各自其子 获利未己的 你以为大人是己 以为理 其实不是理 也不合于大道 你以为陈锅钩尺很牢固 其实一点都不牢固 也不合于大道 然后阴谋诡计从此产生 斗争祸乱从此欣喜 在清朝末年 西学入侵之前 中国人从没怀疑过其中的道理 认为李运大同篇讲的 才是普世价值啊 中国几千年所追求的理想统治 我们所共有的文化追求 就是创造一个天下围攻的理想社会 是超越了城邦家国 四海一家 寻求天下围攻的天下体系 所以每一次的统一 每一次压倒割据政权 豪强贵族 就是天下围攻 压倒了天下围家 中国追求天下围攻 那么西方政治呢 汉庭聊中国 我们下期待续 我们下期待续